好,我们要继续上课了 最后一个阶段,各位加油 请各位把你的ChartGPT打开或是Copilot都可以 建议用ChartGPT,因为等下会 自己做自己的角色卡 所以还是开ChartGPT 好,我把画面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有提到那个知识型 知识型,那所以 它是一个尚未思考,所以我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我们在 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使用这样知识型的方法 所以你先问知的部分 关于那个部分 然后它的了解是什么 你把它问清楚 让你能够全谈了解之后 也代表它 知道说你等一下要问的问题 是这个方向 就是等于限定它回答的方法 不要脱离这个方向 各位了解那个意思 好,因为我们在用 GPT的时候最怕它乱讲 乱讲是因为你没有限制它 资料的来源 那我如果先问了它这些资料的来源 表示它知道 它就会知道说我等一下要问的后续的问题 都是这方面的 方向 它就不会乱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就用我 我上次是问 海贼王 我们现在 因为小朋友很喜欢看卡通论 你们知道小朋友现在最喜欢看哪部卡通论 鬼灭之刃 那个 鬼灭那个叫做 全民正式的名字 这叫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 就是那个 动漫的名称 鬼灭之刃 好 那我就问他 假设我是一个老师 那我的班级经营 我想要 因为小朋友都喜欢那种动漫的 这流行是他们最喜欢看卡通论 那所以我如果 把那个 那个 他们最喜欢的动漫 融入到我的班级经营里面 你的班级经营的效果 就会非常的 不吸引力 就会对小朋友非常有幸运 假设所以我要 问这个东西 那我会有知识型的步骤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问他 鬼灭 鬼灭之刃 你知道鬼灭之刃 的动漫 然后看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他就会 等一下就会 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回答 帮我总结一下 鬼灭之刃的句子 这个是先帮助我们自己了解 因为老师可能很少看 动漫 但是你要 你要跟小朋友 做这些班级经营 你总要知道说 小朋友都在看 他内容大概是怎样 不要小朋友一问三不知 那你也很难把这个人 拿来做你的班级经营 所以就是贪自然的理解 然后他跟他的妹妹 然后跟十二鬼月 有一些法道对织 然后注视他们正派的这个最高的高属 然后这个是 这股产是他们那个 坏人 坏人的最 大股 然后最后就是 他有很多那个 股产有很多的那个 他的战士 他里面 反正就是两边打来打去 结局就是很多 队员 牺牲成人 然后 然后贪自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然后他在这个整个战斗的过程中 会一直 十一次的成长 包括他的 他的魅力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 这是小朋友贪的 具体 然后我们 因为要拿来用在教育上 那 我就要问他 我现在看不出来他跟教育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还是在资的部分还有欠缺 那我就 就问他说 那鬼灭之刃跟教育有什么关系 可以用在教育上面吗 比如说班级经营或是教学方面 就开始要思考 思考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不会用 你就会发现 你从来找不到 像那种打打杀杀的对老师来讲 你怎么会找出什么 好用的东西呢 但是具体就是滤汉 不得了 你看 你滤汉坚持 他在这个动漫里面找出了很多正向的 可以用在教育上的东西 你看 范自然一直不断的努力跟坚持 所以他在那个打斗的过程中 从来不放弃 从来不放弃 再怎么辛苦 他都会努力的去 去成长 去那个 击杀那个 坏坏人 这样获得成长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以后你要跟小朋友讲 讲那个 坚持不放弃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搬出来用 然后团队合作 看自然跟那些助 在伙伴中互相的支持 共同面对 所以你在那个班级经营小组活动中 可以强调团队的重要性 就把那个例子 所以你看了这个之后 你就真的必须要去把 动漫看过一遍 因为看了才会 你才会知道他讲的是哪个作 将来你跟小朋友讲的时候 你就把那段的剧情 搬出来 小朋友说 对对对 就是那样 那你就 就等于说你的节奏 就是你的那个频率 跟小朋友的频率 就能合而为一 当你跟他是同频的时候 就很容易共振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听你的话 再来呢 同情与善良 他即使对恶鬼也有同情心 那所以对坏人可不可以感变他 不行 所以有时候你一个 小朋友在话 你要跟他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 他可能是过不得已 或者他可能是 是怎么被蒙蔽啊 怎么样 就可以 就要必须展现 同理心跟同情心 他们也曾经是人类 他们也有可能会在故障 所以在这边都可以这样使用 面对秘境怎么处理 责任感怎么处理 个人成长怎么处理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就已经 已经进到 那个 诗的层面 你已经确定说 这个可以用 用到的教育他是可以 那所以这时候呢 他可能有 他已经有多 多话 他已经举了一些 简单的案例 接下来呢 如果他没有讲这个 或者没有讲那么多 也没有关系 你现在已经很明确知道说 这个在交绝跟 他们有可能用 那我就可以请他 请你提供我融合 鬼灭之刃 的概念 然后在 数学 领域的教学 可以怎么 运用 给我10个案例 你就可以问他更具体 给你更具体的实施的方式 你看 你看 那个 那个 潘智郎的衣服 喜和图形 想不到他跟数学有关系 从来没想过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问 你看 就可以拿 你看数学科 那我们学数学最 都是学生几乎99%都会用动机 因为老师请问不会引起动机 所以如果你把潘智郎拿出来讲 甚至去买一件潘智郎的衣服 各位同学 你看 学生一定对你的数学科就很有兴趣 那时候 学那个 学这个多边形 就会非常的 然后甚至最后来一个 那我们大家自己来做一件衣服 有那个 有这些多边形的 然后类似看字 你看这整合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 有趣的课程 再来比例词跟比例 角色身材 比例 为什么那些动漫的角色都那么壮 因为他们都是 4比6 九头身 类似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看 他 这些东西在数学 我给你保证 这10个点 大不了可以讲一个点 其他的你真的都没有讲过 但是他给你这么多 的爱意 然后还有这边 请问 鬼面之刃 可以用在班级经营上的话 请你提供我一些具体班级经营上的实在案例 所以呢 角色拜你 以后你们那个鼓掌 就不要叫班长 就叫探自然 谁 那个什么收钱的 你看里面哪一个角色跟他比较合的 你就叫那个角色 那 任务 所以 我真的遇过这样的老师 在那个魔兽 魔兽争霸的时代 他们的老师很有趣 就要执行 就是要做一些事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正乎发 他就像那个忍者一样突然跑进来教室 各位朋友 任务来了 然后就摆出那个忍者的姿势 然后就开始跟你讲什么任务 达成之后 校长请问事业 大家就拼命开始做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些那个情境融入 然后有一些奖励系统 然后 主题讨论跟思讨论 所以 团队合作跟竞赛 所以你看 这些东西 我一直没有机会带班 真的很想 拿它来玩 也不是没有机会啦 我在带班是86年 到89年的事情 距离非常的遥远 那时候没有GPT 带班的样子就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 以这个案例 我们从 知道 了解这个东西 到 知道那个想跟我有没有关系 到有确定的行动方案可以做 甚至呢 甚至有哪些东西你可能不算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比如问他 可不可以更具体的到处 这个应该怎么 给我 案例或者计划 他就比你更实际的 连那个活动计划都帮你解好 然后具体内容是什么 讨论 可以几分钟 讨论一些问题 小组有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那个 个人的成长计划 然后 日进的故事分享 然后追踪跟反馈 总结反思 你看他还有反思 现在哪一个老师有这么精进 还有反思的 没有 但是这个才是我们 我们真正 那个 新特钢时代最重要的东西 都在这里 很多老师都不讲 所以你就借由这样的东西 让学生成长功 好不好用 你看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学过知识行 没有学过这种思考当中 然后你去做个GVT 问就是乱目地通 有可能你觉得到一些工具技巧 但是你实在不知道 这个什么脉络 那你问的结果就会 你就会永远抓不到那个 那个造战 成功知道在哪里 那你现在有了系统性思考 你知道先问 先问那个资料上 然后再问跟我的关系 然后最后给行动发案 光是这一个想法 你在GVT GVT里面就可以玩出 就可以解决到几乎单级交流 大部分的事情 甚至行政也是一样 好所以 你可以在这边做完美的融合 那GVT很神奇的是 他很会融合 只要是有的东西 不管是多 你感觉多么 八倍不相关的东西 他都可以把你融合 比如说漫画跟合金 你可以问贪士兰跟合金的比方 他一定跟你讲一堆大道理 一定有 只是你这一辈子找不到而已 你自己想找不到 但是他会帮你珍惜出来 所以任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早上讲那一件事 任何事情都有他正面 你要怎么去用 真的不知道来问GVT 问扣派人 他一定都会帮你想到一些有限制性的方式 好那这个部分给各位练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最后的那个注意 各位给你谈一下 所以 学工具 不要被工具控制 你要懂得如何去控制工具 有自己的思考模式 你才能成为组合 你没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你就会变成服务人 大概这个 这个时代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 要有自己的系统性 所以这个年代 其实要扶导小孩 很简单 所以这个年代其实要扶导小孩 很简单 以前扶导任何人 你记得 现在也有这么专业的助手 你只要知道这个小孩喜欢什么 你就问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从哪里切入 因为我们在 扶导一个人 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步要先同理他的心 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在乎什么 那你只要知道他的心 你就可以 扶导他的成果 扶导他的需求 他就会认为 你和我 是同一活的 你跟我是一活的 你是我的人 那只要你们是一活的 后面才有 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操作 所以首先 第一步就是 你要去进入他的世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讲 第三天的课也会怎么做的部分 所以上我的课 比较没有那么硬 一些 教授我们都讲他的专门的大道理 你都八倍语 打不找 就是不会放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融合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 融合四面八方的各种理论 不管是学处间的 民间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会统统融合在一起 你不用在意这个理论 除非你要做学术研究 你再去分别研究 这个理论是谁讲的 从哪里来 那我们是做地实际利用 哪里来的都好 能抓老鼠的就是巧合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不用在乎说 这个理论谁提供的 我只要拿来你用 那就是对我的最好的东西 OK吗 有感觉了吗 有感觉了 那个copylight都一样的用法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某个领域 那那个领域一定有那个领域的专门的思考方式 那你就可以用你那个领域的思考方式来操作 你就可以用你那个领域的思考方式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像我们以前学历史 都是在背那些年代 什么事实 你发生的事实 但是事实上社会科 人家学社会科学到极致 应该是 要把它拿来用 所以你会知道什么正极地摔 什么这些大道 然后我跟 我要跟人家作战的时候 那个 敌人的敌人就是 朋友 就去拉档结色 所以要学其实是这些东西 那个什么村子 这些东西 所以你学社会要能够学到这个 其实是一个 要透过你的知识 去 去整理 它才会变成你的智慧 你才能够把它用出来 而不是 拿来考试的 我是讨厌考试 变成DC 所以考完就会忘记 因为那个队影就不太重要 好 那各位有感觉我们要继续了 我们要讲第3个作业 还有第4个作业 不要那么多作业 不要那么多作业 那这样好不好 等下第3个作业 我们就是 不要作业不行 我这是工作方 我就是不得手段要让你成长 好 我把画面接一下 因为这个 我这个课真的是要做才会成功 不做的话就是 你去画面非常严重 下礼拜就会忘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